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 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半日做好格 上证指数半日收报2,992点升75点 深正城指半日收报9,165点升239点 湖深300指数报3,838点升122点 创意版指数升34点升1504点 香港故事方面 恒指半日收报28,486点升284点 国企指数升117点升10881点 大肆成交今晚半日是498亿元左右 这一节请来Samuel和我们跟进市况 Samuel 你好 你好 恒指昨天升了7、8点后 今天继续有力再上 半日升超过1% 下星期开G20的峰会 在中美元首见面前 恒指走势是否不会太差 你说昨天升了7、8点上来 今天仍然可以升下 而且成交也算是保持到 大概500亿左右 整个形态或者反弹的势头 都不算是差的 的确是昨天的 你说联储局意识的新闻 叫做带动 你说的确是里面 出来的意识会议中用到的操词 是预期之中的假派 譬如里面也删除了 早前一直都会用那些 保持耐性或者耐心patient 这些用词 便会改为他们有一些适当的方法 去支持这个经济增长 或者可能也说到 会密切关注某一些风险 例如可能贸易紧张关系 或者全球的经济增长放缓 这些问题 他们也叫做有提到下 变成今次的假派言论 就叫做支持整个大市的反弹 但是你说的确这一点 就变成了 暂时都仍然叫做未减息 仍然都维持着这个息率不变 你说最快下次 都可能要等到7月31日 现在你说彭博的数字 都显示到 其实现在7月打后的日子 减息的机会已经去到100% 可能到时的时候 即是有机会减息的话 就变成了可能中央方面 都会有机会 可能有一个空间去下调 做内地方面的息率 或者做多些放水的行动 出到来 但这一样东西都变成了 要等到7月31日 等多6个星期 才叫做有结果可以出到来 那变成了在短期内 这些时间 可能就着昨天的议息会议 的内容 或者你说减息的预期 我觉得今天已经叫做反映了 所以短期内 你说要再升多一阵 或者你说再升上去 一小小的高位的话 都可能真的要看回 你说中央谈判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出来 那双方也都提到 曾经你说可能在G20之前 亦都会有一些团队 就会在会议之前提前去见一见面先的 那变成了你说可能 这些提前会谈 会不会有一些消息出来 可以带动到 譬如可能是 叫做有少少良好的进展 那这些用词呢 都有机会叫做支持大使向上的 如果不是否则的话 就可能避免G20之后 你说大使真的看错了 其实中央谈判都仍然真的没有得谈 或者你说关税都仍然是要加的时候 到时会下来的幅度 都仍然会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说要炒呢 就不是不行 但可能尽可能都会在G20之前 可能今个礼 这个星期内 就先炒一小浸 那你说尽量都会在G20之前 减一减榜 就避免大使看错 或者你说特朗普的口风突然之间转了的时候 相对来说会面对那个风险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说恒指方面 暂时你说 由一个低位反弹的幅度 就叫做反弹了一半 开个图给大家看一看 暂时现在这些位置 就叫做由低位反弹 去到一半左右的位置 如果你说再上网的话 就变了你说上回0.618 即是大约28,9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我相信就已经叫做 一见到一个比较明显大一点的阻力 所以你说上网 现在暂时都有可能 三四八点左右 薄就不是不行的 但尽量就会少注一点 还有留意那个时间点 尽量在G20之前的时间 如果有水位的话 就尽量先吃户 那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今天推升大使的工臣 就是邮邦 腾讯和平保 平保半天升超过2.8% 保持93.55 看到它连续两天都回购A股 合共用了接近14亿元的人民币 在回购支持之下 平保可以上网到什么水平呢 甚至过去这两天 甚至过去这一个月 就算大市要回落 其实它的势头都已经比较强一点 所以你说过去这一两天来说 升了这么多 我自己就觉得 可能有机会 就已经叫做 比较高位置水平 同时你说可能 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尽量留意说 95元这些位置 会不会已经见到一个 比较大的阻力 最主要就是因为 例如可能靠着早前出到来的月度数据 看到其实你说平保 那个保费收入方面 的确是叫做有一个反弹的迹象出到来 那你说新业务的部分 其实由4月份 按年要跌0.4% 你说去到5月份的话 反弹也有叫做按年升到6% 那么这一样东西就变成 你说市场可能都会憧憬 你说下半年 会不会那个势头比较好一点 尤其是你说5月份 市况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如果你的新业务价值 都仍然叫做升到6%左右 这些位置 单月来说 算是叫做不错的 那同时你说 加上这些回购的消息 出到来 有机会叫做支持 那接下来 都仍然叫做 有机会继续走回这个计划 因为始终他说到 整个回购的计划 就不会超过100亿元 那比起现在的硬度 都仍然叫做 有一些的憧憬在那 但是就留意 这次其实你说回购 就应该会是 管理层之前这么说 就是尽量 叫做 用于这个 员工奖务计划 一边 相对来说 就未必会是 将所有回购的股份 就即时注销 所以这一件事 就不会太大 去帮助到 你说每股的盈利 或者你说每股的内涵价值 都会显示管理层 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信心 或者这些支持位 所以尽量这些时候 你看到这些好消息出来 就不排除之后 就有机会 如果出货的压力 其实有机会 比较大 始终以股价来看 暂时 你说今天那个高位 其实已经差不多 接近去补回 之前那些下跌裂口 那会不会 你说补一补完之后 就好像之前那样 就立即有一个回落 或者有一个回吐出来 那就 叫做有些的机会 所以你说 现在这些位置摸顶 就不是叫做太大建议 那我尽量 如果你要买的话 可能都会维持住 要么譬如你说 去回92元以下 才叫做比较直博些 而且你说选股方面 除了你说平安之外 其他两只股份 都叫做可以考虑 一只叫泰保 另外一只叫泰平 相对来说 他们自己每个月的保费收入 其实相对来说 都叫做比较强些 尤其是泰平方面 五月份 按年的保费升幅 叫做去到三成左右 这些位置 这两只股份 平保的股价 或者股值方面 都已经叫做比较高的时候 如果你要炒一些数据 相对来说 泰平和泰保 亦都可以比较考虑的选择 如果你说大市反弹的话 内险股或者内卷股 这些股份 都会叫做有一个比较强的势头 所以如果你要炒一个 短时间内的升幅 那这些股份 都可以叫做考虑 但是你说要留意 国售就尽量避免 始终你说 看那些月导数据来说 就不是叫做太帥 你说 只是说保费收入来说 四月份 按年是跌了三成多 五月份 虽然跌幅有些收窄 但是都仍然叫做14% 在这几家大的龙头之中 表现都算是最差下的了 所以由股价就反映到 其实过去的一个月来说 都是比较弱势 要小心点留意 不要跌得最金的 反弹的势头 得最劲 所以这些位置 就有机会要小心点 如果你说平保 或者泰保 泰平这些 都可以叫做小住 好 说的 泰保半天升2.6% 保费31.05元 至于刚才Samuel提到的 另外一只 就是泰平9.66元 半天都升4.4% 保费21.2元 这一节就和Samuel 你先谈到这里 和你申报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